今天沒有跑漏價 今天沒有跑漏價 好好開始吧 收辦價 我覺得請教一下 昨天是我們的邏輯 好像我們兩位的中議院議長 議員的喩合 在一起 可以在大家講 경官的內容 我們非常感謝 美國的中議院議長 Palosi給我們的祝賀 以及表達支持之意的函 就像我昨天在國慶上面講的 我們會持續跟理念相同的友邦國家 我們一起來努力 來維持這個區域的和平穩定 市長 今天下有跟桃的三個領域選舉 那你對台北市這個地方的選舉 人家說台北市相對比較堅困 然後我們國社的部分 之前有說這個選區會 台北市平的選票會比上一次還要多 超過補充 有信心嗎 然後另外一方面 你覺得80的利潤 我們有機會可以打下來仔細嗎 我們的目標是國會過半 所以我們每一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席 那我們每一席都會盡全力去爭取 那我們在這個選區 提出來的高嘉瑜是一個優質的人選 就像我剛才講的 這是近幾年來 我們最有機會的一次 能夠贏得這個席次 所以我們會輕全力 來讓高嘉瑜能夠當選 我們會盡最大的力量去爭取每一張選票 那我們也希望在這一次 在每一個選區都能夠拿到最多的選票 還有在這邊出席 因為總統選舉可以跟您放棄交叉嗎 畢竟我是現任的總統 所以我還是要以國政為優先 那我們整體的選戰 按照我們既有的規劃 我們按照我們的規劃來進行我們的選戰 那我們的策略 還是爭取最多的人的支持 那團結最多的力量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所有的支持者 不要鬆懈 那在這個最後的九十幾天 我們還是要全力的來打這個選戰 打出最好的成績 總統總統看說 韓國立的兩岸政策太平術 他說現在你的兩岸政策是失控的 還是會看說 你根本就是從中太太太的成績 這個我們已經在很多的場合都講過了 現在的整體的情勢 我覺得國民黨在判斷那個情勢的時候 還留在舊的時代裡面的判斷 現在整體的區域跟國際的情勢已經很不一樣了 在中國對這個區域的企圖性這麼強烈的情況下 那麼在這個區域的發展的情勢越來越複雜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必須要謹慎的面對 不能過度的樂觀 那我也說過 我們在處理兩岸問題上是非常的謹慎 我們不冒盡 那我們也不挑釁 但是我們堅守國家的立場 堅守我們的主權 那我們也聯合跟我們這個區域的友善 跟我們理念相同的這些國家跟朋友 我們一起守住台灣的這個主權 跟台灣人的尊嚴 那我覺得在國民黨方面 他們必須要理解到現在的這個情勢 那不是我們的挑戰 不是我們的挑釁 而是中國的步步進逼 才是問題的所在 如果國民黨現在不知道說 現在是台灣人必須要團結的時候 只有團結 我們才可以有力量來面對 種種的來自中國的這些壓力 那國民黨到現在 還是不敢批評中國 只是對內開炮 這個是無助於我們的團結 也無助於我們面對中國 處理兩岸問題 我們是學姐學妹 台大法律系的 咦這題不是說實話好說 是我答嗎 我們關係也不錯啊 對啊 你不知道我們關係很好 我們一定要讓他當下 那是關於說 您昨天集到中華國的民國台灣 是台灣後面最大的約束 不過現在藍營那邊內部 有一些人 你說你是因為到選舉人才這樣說 那包含馬前總統回臺也說 好像昨天的管理人商 還不到什麼的那個期 好像說您 怎麼會害中華民國 還是台灣 我覺得馬前總統 真的不要吹謀出事 昨天在整個會場 國企到處都有 他一定要去找一個東西來說話嗎 那另外呢 我說中華民國台灣 也不是第一次啊 在過去 我就常常有講到中華民國台灣 那我不論是對內對外 說我都有講中華民國台灣 所以我是覺得 中華民國台灣 就像我昨天講 現在應該是 我們現在社會的最大的共識 那台灣現在要的是共識 要的是團結 這樣我們才有力量 來面對外部的種種的挑戰 好 謝謝 請到總統 韓智英那邊認為說 民進黨已經在操弄王國感 但他提出來應該要是 人民要安全感 怎麼看 安全 或者安全感 來自於團結 來自於我們的自信 來自於我們勇敢地面對挑戰 安全感絕對不會是來自於步步退讓 那或者是對於中國有那種不確實際的過度的期待 我是覺得他們要追求的是自由民主 而我們在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自由民主的標杆 謝謝 作人ünk 好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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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